接下來就是雷森索爾4啦 也就是這個第十階段的壓軸電影啦 那預計在2021年的11月5號 2021年年底上映 他這部片將會是這個朱誠黃昏 雷森索爾第三部作品 朱誠黃昏導演 也就是這個紐西蘭籍的台卡瓦Titi來回歸指導 那台卡瓦Titi他同時也是朱誠黃昏裡面 那個配音那個石頭人的那個 的配音啦 配石頭人那個配音員 就是這個導演他自己精緻下去配 然後雷森索爾 扮演雷森索爾的克里斯和斯波爾 還有扮演女武神的泰瑞莎阿湯姆森 兩個重要的演員 將會在這個訊息中登場 我就說嘛 這兩個人好好合作 然後好好地專心演雷森索爾就好了 不要再去搞什麼M開頭的東西懂 哈哈哈哈 對 大家的位置 然後呢 這一部算是一個 一個非常有突破性作為的一部電影 包括這個女武神 這個泰瑞莎湯姆森 他自己本人在發表會上面也有表示說 他在成為阿斯加女王之後呢 就會需要一個皇后喔 需要一個Queen喔 不是需要一個男朋友喔 所以他會不會是第一部有介紹到 LGBT議題的超級英雄電影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另外另外呢 讓人非常非常興奮的就是 這個台灣娃娃TT 還有這個Kembaik在會場上面 直接講到說 這個雷森索爾 他算是一個元老級的 復仇聯盟成員嘛 那他的名號也需要有一個人傳承 然後傳承呢 他們希望是一個 就是女雷神出現 所以就介紹了 娜塔利波曼出現 然後就讓全場暴動啊 那娜塔利波曼呢 因為前陣子就是 就是他一直都是在雷森索爾第一集 第二集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雷森索爾的女朋友嘛 雷森索爾的情人這個角色 然後在這個 終局之戰之中 然後我們也看到他以這個回憶的方式 使用回溯的方式 然後登場 被火箭碗熊給戳了一針這樣 那這一次呢 他已經很明確的回答到就是說 他將會以女雷神的方式來回歸 那也打破了就是 那MMA一直以來跟漫威喬布隆片酬啊 或是跟漫威高層不合的這個傳言 就是他終於回歸到MCU裡面 也是讓很多影迷非常的高興 然後讓影迷非常的興奮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我真的是看到有這樣子的 就是MCU發展到今天 然後有很多事情都有了一個 很明確的解答之外呢 也有很好的一些 商業上的操作跟處理 然後不管是幕前幕後 或是這些演員他們之間的一些和氣啊 一些和諧的狀況 都是看得出來他們都非常享受 在這些作品的演出之中 所以當然啦 我們不知道說他到底是曬了多少錢 然後讓他回歸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到目前為止 就是這樣的處理方式 相信對觀眾而言 對影迷而言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處理就對了 那當然呢就是 就是 對他們他之前跟那個 之前那個Brian 那個導演 有不和啦 但是 事實上 就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啦 就是我們不得而知啦 所以就是 反正我們現在確定就是雷神說的 第四集 用愛發電 他會回歸到這個故事之中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因為他的故事叫做 Love and Founder 那 台湖卡瓦TD有講到說 故事他的走向 將會探討 就是 我覺得是 他有點暗示到 會探討 雷神索爾的這個能力的本質 就是說 就是說 他雖然力氣很大 然後 他可以善用雷電 他的能力非常強大 但是他認為這個 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還是 Love 就是還是愛這樣子 所以他裡面也有探討到就是 有關愛啊 探討一些人性方面的事情 然後讓這個 原本是被視為是 神的這個角色 然後更加的有人性 都對了 那當然比較有趣就是 那個塔卡瓦TD就是在公佈 就是說 他就說 Love is the most powerful 那個 什麼 things in the world 就是說 愛是世界上最 最強大的人力量 然後那個雷神索爾 這個克里斯和斯波 就直接馬上就補一句 And Funder 就是 你不要只講愛 只還有雷電 好不好 就是說 就是他們兩個的互動 都非常的俏皮 就對了 所以 Love and Funder 就是 如果你直接翻成中文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的俗氣 也非常的 非常的平庸啦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層關係 就是 有解釋到 就是說他怎麼樣再進一步的 找尋到自己的人性 所以 所以我是期待看到 這個劇情的本質 可以探討到 就是這個角色 他內心的層面 就是比較內心層面的一些東西 就對了 所以這個是我值得 這個是我期待看到的東西 對 那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MCU 第四階段 最後一部電影了吧 好